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最近的股市 最近的股市經過上一段大跌浪 大上大浪每天有千多點的波幅之後 平定了 在23000點和24000點之間 來回了整個星期十天左右 上兩天 匯夫銀行公佈了 英國政府要求他們不要派息 要求他們和渣打銀行不要派息 上三個星期我拍了一段影片 我跟大家說派息不是必然的 因為大家可能上三個星期 四十幾五十元的時候 說的是百利息 好像很划算 十二年就應該拿回整個股票回來 我就說未必一定會派息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一個這麼嚴峻的環境 我經常都說這個叫做世界大戰級別的熊市 你還用一個很常規的市場去評估市場 我覺得是一個 怎麼說呢 在一個思維上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打仗的時候 你還用普通的常識 去對付打仗的時候 你就是忽略了一些東西 你看到其實前兩個星期 美國的聯邦儲備局 已經做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舉動 第一就是 沒有在意識之前減息 第二就是宣布 聯邦儲備局 放寬了一些銀行 是不需要有儲備金 這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他是怕銀行會倒閉 因為如果 儲備 他們是被一些企業 抽得很緊要 因為他們很多企業 其實現在是斷了資金鏈 他要用他的資金 去應付他日常的支出 譬如人工 譬如是他的租務 譬如說還有其他開支的時候 那麼 那個銀行體系的儲備 自己會越來越少 因為普通一間銀行 大概一元的存款 他是做十元的生意 以前是更加不止的 一元的存款 他可以做三四十元的生意 現在他一元的存款 做十元的生意 但是現在聯邦儲備局 是放寬到他不需要儲備 都可以照做生意 即是說他的儲備 由十元跌到很低 可能是一元都不用的時候 即是說他的現金在裡面 是很缺的 那形成了什麼呢 聯邦儲備局也說 他會無限量去買他的公司的債 即是說有機會變成國營化 即是由私營的公司 變成公營的公司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警號即是說 政府不出面去救的時候 那個企業一定會倒閉 其實我本來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講公私營之爭 但是我未等到那段影片出現 匯豐已經有這樣的舉動 即是說危險程度 或者企業的艱辛程度 是比我們想像多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如果我在一些企業的高層 也都會把所有不好的東西 以前放在地毯底的垃圾 都會掃出來 將它推到這次疫情的事件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將以前不見得光的東西 一些虧損的東西 全部一次過 找到一個敵人 全部給他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親疏有別 將一些政府視為眼中釘 或者跟他沒有那麼好關係的公司 是不會去救的 因為他救不了那麼多 他唯有是救最親近 最信得過的公司在身邊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